我有一个长辈 现在已经往生了 他生意做得非常好 他跟我讲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相信一件事情 要交际应酬 不然生意做不起来 所以看到谁就喝酒 然后就跟他 花很多时间 在交际应酬上面 搞得很累 但他觉得没有办法 我身在伤长身不由己 我不这样不行 我没有错 后来他的女儿 不幸出了车祸 他在外面交际应酬 无法拿不起回去救他 他就觉得很伤心 然后就跟自己讲 我从此不交际应酬 他后面那段话 很值得我们想 他说没想到 我不交际应酬 生意不但一样 反而更好 我还是不敢说话 因为我不是他 我没有权利说什么话 他终于说出他想说的话 他说其实我今天想告诉你 就是我想喝酒 我才觉得应该交际 我如果不想喝酒 我就觉得不交际 震荡的来往 照样可以把事情做好 我还是不说话 因为我不说话 他才会继续说 我说了就好像说 其实人很矛盾 你赞成他也不好 反对他也不好 都不好 我那时候才深深感觉到 有时候冷静地听人家说话 是一本很好的艺术 那叫做莫 莫就是不开口说话 做一个好的聆听者 其实我们学西方东西也在学这个 叫good listener 但是学归学 你根本没有用上来 你看当牧师人多辛苦 每个人来告诫 他打谁 然后那个人受伤 他有没有到医院去看他 怎么变成 他都弄要听 他听多了就很烦 可是这张的职业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就从这里才觉悟到说 有时候听人家诉苦 也是一种很大的忍耐的习惯